大家好我是蛋蛋,歡迎收看今天的寶可夢系列影片時間 那今天我們沒有要來介紹套牌,今天我們要來玩的一套是全部只放一張的牌組 因為其實國外有很多的比賽會放這種只能帶一張的牌組來進行比賽 其實我覺得算是一個蠻有趣的賽制,所以我這邊想說 如果把這個比賽只能放一張的牌組拿來打一下我們一般正常的實戰會是長什麼樣子 我就非常好奇了 當然最主要也是因為其實我們大部分牌組,主流牌組也介紹的差不多了啦 就是好像該介紹都介紹了,那如果有什麼漏掉的你想要看的我還沒做的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有機會也可以去把它做成影片分享給大家喔 好的那回到我們今天的這個影片,那因為我們今天就是比較娛樂項簡單項的 我們就不會上太多字幕也不會有太多講解,我們就是直接打實戰 那我們今天來玩的呢,就是一個這個電系的牌組 然後也是這種賽制下比較常拿到冠軍的一套套牌 就是純電系的可能是因為電系這種基礎的優質的打手很多吧,我在猜 可能可能是因為這樣我也不知道,但反正我們就來試試看當我們來到了這個 大家都是正常牌組的情況下啊我們是這種一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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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玩起來會是一個這樣的感覺 那我們就進我們實戰來看一下喔 好,那我們這邊進我們實戰片段第一吧 來看一下我們拿到一個先手還是後手,那因為其實只帶一張一張一張喔 其實就很看我們棋手 到底 找什麼樣子 來 正面,先個手 好,也行我們是皮,我們是阿皮 欸有阿皮嗎 有阿皮耶 有阿皮的話我想一下 那 70滴血,60滴血,來70滴的你上去賣一下 阿皮放後面 OKOK,我跟你講 起手,起手半壺 欸,不是 欸,他怎麼是鬥戲啦 冷靜點啦兄弟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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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怎麼第一把就被扛 不是我自己平常玩很少遇到鬥戲捏 欸要這樣子搞喔 要這樣子搞我的心態喔 寶可夢 要這樣子喔 這邊鬥戲,甜一能然後抽二 很順 這打多少 備戰打30點 OMG我的老皮 不要 不要踢他啊 他只是個孩子啊 哎呦,博士 欸博士強啊,強 我只能說強啊 這個博士 抽 丟 丟 欸,霹靂電球進來 然後我們可以下霹靂電球 只是現在有個比較大的問題是 我場上這一張 PX海盪好像撤退不了 還是其實我應該填前面啊 填 因為我們其實撤退不了耶 然後他這個是踢後排的 好像應該填前面耶,好像打錯了耶,好像真的應該要填前面耶 還是 還是那個,我等一下填前面拔能撤退 他就踢不到老皮了 好 就這樣子了,我決定了 填前面拔能撤退,踢不到老皮 這樣子這樣子這樣子 然後撤退 好 這樣他踢不到了 然後一樣就先進化吧 好,回合結束 還在遊戲裡還在遊戲裡還沒輸 我們還沒輸啊各位還沒輸 欸 沒有小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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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完蛋啦 完了我的老皮下一個回合要死了 啊老皮下一個回合要死了 還是我們這邊不要打他 不打他,他其實也會拔能撤退幹我的老皮 所以還是得打耶 獎勵還是得拿耶 好像沒救了耶這把 不是啦,剛好被剋屬啦 這對我 不太優啊,而且他這邊先踢一下 他已經想好,他這邊已經想好怎麼拿了耶 就是 他等一下會 大岩蛇收我的老皮 然後再隨便收一張就好了反正都是電系的 我們這把 直接投降 玩不了 不是啦,怎麼遇到一個鬥戲的 我們已經很烈了還要遇到一個鬥戲的喔 不可能的吧,不可能這樣子吧 再排一把再排一把 這把不算 剛剛那把不算 你們剛剛那 看到那邊都忘掉了都忘掉了 不算不算 不算 真的不算 真的不算 剛剛那個是那個意外 小意外 小意外 反正我們來看這把 第二把實戰 第二把實戰 一樣是哪一個選手 看一下 有博士 我這幾把其實好像都還行 有博士有老皮 有阿皮 好像其實都還行 電信戶櫥 電信戶櫥嗎 這邊 這邊 他沒有下東西 洗掉好了 可能手上有球有博士 他沒有把寶可夢下一下 感覺是要洗一下 因為他 可能會有球有博士 所以我們這邊 幫他洗一下 那我們抽 閃電鳥撤退 完了我們的基礎寶可夢超多的 怎麼只有抽到一張這個 不過應該也還行 因為等一下我們還要再兩個回魂城打人 所以應該也還好 哇他有 哇什麼都有了 結果洗完牌之後他還是找到了 牆 他的小皮出來了 20 不是怪怪怪怪怪 我說真的真的怪怪 商要補一下嗎 商要補一下 然後 就這樣吧 就回合結束吧 兩張阿皮 他這個 喔沒有他這個是EX的沒事 他這個是現在比較流行的 會可能掛到一組的皮丘的一個帶法 就是有帶到這一張一般的皮卡丘 就是他是現在比較流行的一個會帶皮丘的一個帶法 大家如果 有興趣 的話也可以留言講一下我可以再拍一次皮卡丘1X的影片 欸他這邊竟然沒有選擇那個 啊不是我的手牌是怎樣啦 30點 不是啦怪怪啦 玩不了耶這樣子玩不了耶 完了啊他要上來打90了 90 不過還好他要兩拳才能收掉他 我們還有機會嗎 呃沒機會 畢竟我們博士只有一張然後起手就用掉了 所以我們補牌其實很爛 然後他也知道我們手上沒有基礎所以他都沒有下有沒有都沒有下 可能有紅牌之類都沒有下 幹嘛啦 玩不了啦 30 幹嘛啦 不要這樣啦我沒有接你啊 還是這邊啦我們這邊啦 精神勝利法等一下這一隻如果直接 直接秒掉阿皮送我們贏 可不可以 反正阿皮打90然後再加這個110再加板布120不會死一下不會死 我們 我們我們就那個我們就來賭 我們這邊就就賭 如果這一隻直接把阿皮殺了送我們贏 OK吧 我們這邊也 也不找東西了啦 因為找東西下下去只會被他換位然後打掉 所以我們這邊不下了 我們這邊不下基礎了 只會被他納子搞 我們這邊就這樣子 精神勝利法等一下如果我的閃電鳥 可以把他的皮卡丘 EX給收掉 好就是我們贏了 好這是我剛剛說的會掛到一組的這個雷丘 去當一個140的一個打點收頭 然後還有機會去掛一組的馬之士 因為 我掛到手上有他就可以去快速的幫這個雷丘填冷 就你看你一開始填在後備台的可能像是在 頑皮雷彈上面的電人啊之類的 欸 所以這件事情告訴我們千萬不要拿這種一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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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牌在 被這個 這個 一般對戰玩 玩不了 玩不了 這玩不了 我的老媽 我的媽媽咪啊 到底是怎樣啦 好啦那也是幫大家測試一下這個一張一張一張的牌到底可不可以來這個一般的實戰玩 答案是不行啦好不好 那今天的這個趣味影片就到這裡 快段落我們下一次的寶可夢影片再見囉 拜拜